我真的不想講 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太模糊了 這種情況之下 要不要開札 我就問這個問題 要不要開札 像郭文哥 我這樣可能就會說 沒關係 我們再等一下 但這過分了吧 過分了吧 我們三個不能一起去 沒關係 叫幕僚去 蔡卑魯能不能代表柯文哲 可以吧 沒問題吧 那這個 前輩 這個清雲姐 能不能代表郭台銘 可以吧 那林思瓦 這個可能比較不行 不 不管 反正他以前就是 這個王清明的新聞秘書 我不管 現在就是他 現在就是他 不管 就是他 這三位可不可以代表這三個人 可以 沒關係 這三個躲在後面 現在就給你這樣 就是跟你國民黨玩那個 我跳出來了 我又回去了 打我要笨蛋 就跟你玩這個遊戲 你要打他的時候就跳回去 沒有 我應該 我沒有跳出來 你一轉頭他又跳出來 現在就跟你玩這個遊戲 我真的很想問要不要開閘 我沒有定件 我沒有說一定要或一定不要 但我真的很想問 要不要開閘 因為你知道這三個人今天去幹嘛嗎 不是喝下午茶 不是三個人休究去做臉 還是按摩 不是 他們三個跑到中選會去 去幹嘛 去問如果我們要連署的相關規定 去討論一下時程 來不來得及 你問連署要幹嘛 當然是要選總統 代表柯文哲的蔡壁如 代表郭台銘的蔡慶瑜 跟代表王金平的臨時會 三個人休究 跑到中選會去問 要選總統連署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把它直接等於 郭台銘 柯文哲 王金平 三個人一起進到中選會 要去問連署選總統的事情 當初誰跟我們講過 你敢連署我就開閘 現在不只搞連署 來 大家看這邊 明天郭台銘跟柯文哲 還要見面 在新竹城隍廟參拜 又是郭柯會 沒關係我們就來看看 明天郭粉跟柯粉有多少 我們就來看明天 郭粉跟柯粉有多少 韓國瑜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他去拜一間廟 廟就塞車了 你們兩個 我看明天新竹城隍廟 大概附近交通要癱瘓 我們來看看明天有多少人 你們再想一下 到底要不要選 看一下柯文哲 你現在那個粉絲數 掉成一個什麼樣子 來 回過頭來講 這幾位 我認為就是代表三個人 國民黨怎麼處理 我沒有定見 我沒有說要或不要 我覺得黨主席要思考一下 來 這個記者問說 現在確定由郭董擔任總統提名人嗎 結果很幽默 這個清雲姐還說 哈哈 蔡顧問 您覺得呢 蔡壁柔就說應該是吧 講到這樣子 郭台銘選總統 要跟柯文哲狗在一起 講到這樣子 再來 那市長扮演什麼角色呢 這些我們都還沒討論 結果蔡壁柔說 這權力支持 是一個輔選的角色 還說什麼要幹總幹事 再來這句話最關鍵 所以中秋起義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吳主席 你的眼皮在這裡 他們在你眼皮底下說中秋要起義 你看你的眼皮在這裡 他們在這裡 說沒有問題 我們中秋節要起義 我說了不要噁心 那個叫造反 那個根本不叫做起義 你們這些人 沒有資格跟我想起義 革命 沒有 你們就是造反 造反 來 允治 佑正 你要先說嗎 我換 我先 等一下換你 先給前輩講 來 總界先 我說給我聽 造反 這沒錯在做什麼 不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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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在做韓國的 你看不 沒有 因為他們都認為 其實韓國的民調是最好的 對 但是現在 開 有錢去塞鬼 會不會 錢去開了 什麼 像吃咖啡 調和式的就走出來了 今天韓國的民調 六月 他們不用拌這些魚 他們不用做這個 直接魚就好了 不用做這個三塊 他就說算了 今天就是韓國的好 他們還做得多心情 所以我是怎麼跟觀眾朋友說 看這台就好了 純粹不用想看 對 人家說點點看 看久一條線 阿伯 夭壽 還剩英文的民調 怎麼 四十幾% 你要想嗎 現在分不需要招數嗎 越招數 招數越多民調越高 三百萬 如果這樣三百萬 四十幾% 這樣再放三百 再六百 這樣不就翻過五十% 那都是 今天晚上在哭時下 在跟你騙的嘛 這組也一樣 這組就跟你攏攏攏攏 這樣跟韓國的冷靜 可以怎樣 韓國的民調管 我現在跟你們說來行為 你看看 哪是共民調真的好 你現在看我們的 멍調真的很好 來在輪 您給他看看 觀眾朋友 來 長寶來 這在輪 mister 對 猛一看 我也覺得是時代力量 來 輸家會 牽牌怎樣 他們老爸一定 反正 他們現在是怎樣 跟你們女兒說 見頭 我們這政策壞 民元素氣 大家家庭 切記 你牽牌絕對不能牽牽牽牽 掛造位 不是 他黃色 我以為是時代力量的 你看看 我以為時代力量的笑我一笑 牽牽牽牽牽牽 你看這個 不是 綠色的 沒有起零木刮好再來 這種什麼 正在冰村 什麼 這個叫蔡思英 快點 現在韓國回覆 你不說我這樣過壞人工 所以枕 20% 可以用粟食 這個人的民調 如果40%vida50% 大家也跟他贍合 我們古賓� Vic 大家都跟古賓족 我少 sooner impeachment 屁股的 現在隔壁要塞到屁股去了 你看 他民調如果四十幾% 再塞隔壁下去 還要花七百幾個 這個 好 這個 這個又要是不是 這個說什麼 這是什麼 不行 我小弟招數分 這個民間已經賊誰輸掉了 邱委員 如果又跟蔡英文跟作為 你們祖母有我們六選的 好 你給他看 這樣蔡英文民調的第一名 這民 我跟你講 攀棒就是民調 這個立法委員 你看他們的攀棒 我跟你講 這裡立法委員 錢 錢好像貴的 蔡英文第一名 你看 他水爪的貨車 鮮魚的棒是有過關 一聲也黏著著 對不對 可能放他過 像這家園島的 沒辦法放他過 所以那都疼 好 我原諒你先講 那都騙人的 什麼民調 碰風的 韓國的三四十萬人 等那邊跟你說他民調做壞 結果國民黨的好選人 大家現在都蓋蔡英文 連這位說什麼 沒有 七月二八 那時候攀料不漂亮 重拍一次 要再重攀 要重攀 這樣你看 什麼人的民調 所以這都在做雞魚 賣魚大便 就像這樣給你冷地 看你韓國的 每天都跟他說滴鐵 滴鐵 他們這禮拜的主題叫做滴鐵 縮著韓國瑜叫做滴鐵的人 然後滴鐵就是失神之輩 這都年代之後 到要讓你做成對韓國瑜的賣英雄 這樣你看這有惡質有十萬也沒有 所以不用煩惱 看這台你會看很多真相 這真相 我現在全身叫人 把所有民進黨七十幾個 貪判 到目前沒有人敢搶他們 我怕是說出小會 我是哪一個時代力量的 黃色橘色 那個蔡英用一個藍白色 你國民黨的 他們老爸現在在做行政議長 上一次選舉 民進黨黨徽這麼大 跟太陽壓在頭後面 這次黨徽要不要甚這樣 比他的照片眼鏡還小 放在這個角角 最好你不要以為他是民進黨 你忘記他是民進黨的 當大家都是傻瓜嗎 都傻瓜嗎 好 來 這個龍介議員講得沒錯 演戲嘛 所以我們最近談他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都會很輕鬆的 我一點都 我一點都不在乎 我說真的我一點都不在乎 你要幹嘛你就去 我就看你怎麼演 我就看你們要演多久 你們還演得下去 我也真是佩服你們 我說了 韓國瑜是高雄市長 一個人南北穿梭來遭去 馬英九是前總統 一個人南北穿梭來遭去 你們三個最大牌 也不是立法院長 就是一個不分區 也不是鴻海的董事長 就是一個有錢人 台北市長做得這麼爛 然後還要派一個帶領人出來 你們三個見面 比川普還有金正恩見面還要難 人家川普金正恩幕僚會選會OK 你們還要幕僚派出來 先去中選會這樣子演藝出 然後明天早上演藝出給大家看 代總的三個啾啾去中選會 去登記 代總的三個開記者會 說我要連署 代總的不要等國民黨開除你們 自己開記者會說你要退出國民黨 好嗎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最後可以團結在一起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很期待你們的中秋照反 我很期待 反正沒幾天了嘛 沒幾天了嘛 那我們就等著看 龍介先生常常講的 慢慢看 看久久一條線 不用急也不用氣 你就抱著一個 再看 本土劇的心態 最近本土劇有沒有 拿三百萬那個梗有沒有 一個小三拿三百萬 警察說 休假的那一張門打開三百萬 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菲律賣珍珠奶茶 民黨你求不求 連這種梗都被拿來取笑 一樣 搞不好以後也有 這個本土劇會說什麼 我們現在三個人要合體 我們要中秋起義 搞不好這邊拿來當梗 你就看大家怎麼笑 我們就等 我就等著看你敢不敢造反 就是我一直覺得說 這三個人就是一場秀 為什麼 因為他們今天去中選會 問的問題都很無聊 問說 請問一下連署書上面 需不需要副總統的名字 我跟你講 對不起 請問我插話一下 網路上就查得到 沒有錯 你如果這個年紀大 不會用網路 你可以打電話 你演這一齣 你馬上笑戲 真的 很無聊 因為我之前就講過 王院長說他的朋友 幫他連署了28萬 我就說隨便亂講的 為什麼 因為連署書上面 就要有副總統候選人的名字 王院長請問一下 你的連署書上 你的副總統是誰 如果沒有的話 這28萬就是隨便講的 這是作備的 就算有也是沒有用的 對 我之前在節目上 我就講過了 你們還需要三個人大費周章 跑去中選會問嗎 這就是一個秀 為什麼要這個秀 有很多原因 我想其中有個原因是因為 現在電視上 只要講到郭柯王結盟 大家就會放823和平紀念日 那一個畫面 三個人 郭柯王右手相疊有沒有 然後換來換去敬禮 所以大家看膩了 好 看膩了 結果今天 換三位 對 換三個組 可是其實沒有挺好看 沒有挺好 沒關係 明天還有另外三個組合 我們期待 明天是不是會有三個 另外的組合好不好 你說去神話媽媽吃蘿蔔飯是不是 之類的 買貢丸 買貢丸 然後柯文哲可能明天會去 應該是郭台銘明天會去 柯文哲家送月餅 就是每天會有 對 會有不同的戲出來 以前郭柯王一直 油爆琵琶半遮麵 就是一直要慢慢的柴火加溫 結果這個策略本來是好 但是因為加溫加太久了 所以整個火就熄掉了 熄掉之後今天早上 蘋果日報的民調 郭柯王聯盟民調下來非常多 他們想說不要再扭扭捏捏 不要再假鬼假怪 不要再愛吃個小餵 所以好吧 今天來個大動作 派三個女配角出來去中選會 問問看要怎麼連署 其實這就是一個政治動作而已 只是我對於他們今天 去中選會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很不能夠接受 就是郭正銘的人講說 我們很了解各界 對於郭董的期待 大家期待有一個 中道的主流力量 各界對他 各界對他的期待不就是 你不要再亂 趕快留在國民黨 你不是很了解 那你就應該要聽 就要聽 第一個就是有很多人 期待你不要亂了 包括國民黨的人 包括各界的人 然後還有一種期待是 你要選就選 你不選就不選 不要在這邊 真的假鬼假怪了 還有他說 他們三個的組合 郭柯王的組合 不是貪稱吃 是叫做中道主流力量 這是他們給他們自己的定位 好險沒說智人擁抱就吐出來 陳愛信 我建議你們還可以找一個人 如果你們認為非藍非綠的 都是你們的力量的話 有一個人最近也想選總統 叫做陳水扁 因為他在 他參加一邊一國的活動 結果蔡英文政府說 要把他關回去 阿扁說不要逼他選總統 我覺得你們可以找陳水扁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人才 一方面你可以幫助生病的受刑人 搞不好他在獄裡面 選總統喊動算 他病會比較快好 另外你可以有阿扁的力量加入 因為阿扁之前都罵郭台銘 對不對 他罵郭台銘 參加初選 沒有接受結果 是不懂遊戲規則 願賭 不服輸 你就可以把阿扁收服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所以 不分藍綠 中道力量 中道力量 第三勢力 好不好 我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我會覺得 郭董 你就忙你的 你就忙你的 只是我個人對於王院長 我比較有意見 可是王院長你看 今天都沒有人討論他 是沒有討論他 都是他們兩個在講話 王院長會很快被邊緣化 大家都忘記他了 對 所以王院長 你要有點動作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我有講過 就是說郭董 郭董他是榮譽黨員 其實他因為過去一直講說 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他是榮譽黨員 但現在已經不榮譽了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需要 處理他 就像有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曾經在幼稚園 得過乖寶寶獎 但是因為他長大之後 坐姦犯科 我們也不會認為 他是乖寶寶 所以郭董 我覺得是不需要特別處理 但王院長現在 就是有一個身分很尷尬 他就是我們的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這個部分我覺得黨中央 必須要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處理 現在他們幾個 就是還在算 就是說今天換三個女生 女配角出來 換一個排列組合 民調會不會變比較高 一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一直在做民調 如果你換三個 蔡依林林志玲 還是誰誰誰 各代表一個人出來講話 可能民調會高 那不然我不知道這個戲 到底演給誰看 他就說如果等到民調高的話 郭董可能就會 決定出來參選 否則的話 全世界都知道你要選了 之前吳主席說要跟郭董見面 郭董還說現在沒空 因為要去找副手 結果又對外界講說 人家問說郭董要不要選 他就說可不可以給我們 郭董一點時間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每天都出來放風聲 每天通知媒體 叫媒體來採訪 甚至於還告訴媒體 明天要去新竹 他們每天在打臉自己 他們先放給媒體 媒體寫完 他們說沒這回事 一巴掌 然後又說我們要幹嘛幹嘛 媒體來玩 又一巴掌說沒這回事 他就一直放話 一直打臉 一直放話 一直打臉 每天在幹一樣的事情 對 那你如果說 希望外界給郭董時間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再出來了 你就沉疾五天 到9月17號 要宣布參選或不宣布參選 這才是郭董要外界 給時間的做法 哪有每天換不同組合出來 然後來說你要給我時間 也沒有人在管你 也沒有人問你 是你一直出來給人家問 每天都發行程說 9月4號 誇號禮拜幾 郭台銘先生沒有公開行程 但是發言人幾點幾點 接受你的媒體的訪問 對啊 所以在唱雙簧 一個人唱不夠 然後三個人唱 明天要不要六個 八個 大家已經看得有點膩了